绘制一层平面一 我们来看一下一层平面 一层平面我们来先绘制这一车的内容 三维部分放在这里可以观看清楚 那么这一块我们分两个部分 一个一部分绘制的 急水管的标况是多少 复一米对不对 咱们污水管的肯定要在它以下 复一米三 好 这个就进来 好 这个位置就放立管 这个位置就放立管 对不对 那么这个立管是污水立管一 好 那么管进一百五十的 大家看对吧 好 那么这个我们双击它肯定有地方要改一下 对不对 起点标高是多少 负一点三 对不对 起点标高负一点三 中点标高是三米 中点标高是不是三米的 中点标高不是三米 我们要思考个问题是一层楼的情况 一层楼必须低于正负零一米三 因为急水管是在一米下面过来的 负一米它就是一米三 好 那么二层楼怎么办呢 二层楼大家看二层楼的急水管在哪里 在正负零 对不对 二层楼的不是二层楼的屋顶 基准平面这里 那么二层楼的这一个污水管在哪里呢 就比它低 所以二层楼就要三减个零点三 那就多少 对 2.7 那也就是换句话说 二层楼的立管 起始标高是负零点三 中指标高2米7 三层楼的起点标高是负零点三 中指标高也是2.7 这样正好怎么办 衔接起来 好 思考不清楚 画个图嘛 一个泼面图把它画一下 对不对 那不就完了 好 确定 同时想不清楚 我们再次看一下 好 一层楼 负 负 1.3 1.3 3.3 4.3 δια 感谢观看